地处广西平祥市的平儿关是南疆边防要塞和重要关口 关口对面是越南亮山省文廊县和长定县 这里风暖叠障,小到众多,为杜绝非法越境 驻守在这里的友谊关出入境边防检察站平儿关分站民警们 每天背着装满水、压缩饼干以及防疫装备的洗囊 24小时不间断,封控巡逻,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背包警察 日前记者跟随背包警察一起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边境线 这些就是我们巡逻要带的东西 这是防护壶的脚套 这是防护壶 这是公布镜 口罩 这个是手套 这个是粘洗的警戒 这个是担紧急救宝 这个是去尾水 这是我们平常一用的能够的一用水 这是干凉 现在可以出发 随着一声集合令下 民警们迅速集合 一天的边境巡逻就要开始了 出发前 队长赵举再一次强调巡逻的任务和注意事项 平儿分站负责平儿口岸和较外护士点的管控任务 辖区巡逻路况复杂 沿线沿河 点多现场 蹒跚步行 往返一次要花上几个小时 为应对当前境外疫情的持续蔓延 以及新型变异毒株加速传播的严峻形式 防止步伐人员通过便道小路越境 民警们克服高温炎热山高灵密的自然环境 每天24小时不间断巡逻 当前我们主要采用的是车巡以步巡 机动巡逻以隐蔽蹲守 无人机半巡 情间休息的时候 我们还会采用补充侦察巡逻等多种巡控方式 加强一线巡逻管控的密度和力度 走在巡逻路上 每个民警都小心翼翼 所谓的巡逻路 其实就是民警们一遍遍巡逻踏出的小路 有时下一场雨 路就有可能被新长出的草所覆盖 或者遇上小塌方 就得绕道行走 30多度的高温天气 民警穿戴着十几斤的执勤装备 背着装满防疫物资补给的背包 后背被汗水浸透 谈起巡逻中难忘的是 民警曾祺林给记者讲起了 他第一次巡逻的经历 第一次巡逻 是那个1052的时候 穿越草丛 不要受到那个蚊虫的叮咬 还碰到一条两米长的大蛇 差点被他追得赶 回到住地以后 手上那个包又痛又痒 久久不能消除 这是我最难忘的 谈起这份工作 民警曾祺林说 边境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只有边境安全了 祖国和人民才会安全 他们为国为民 巡逻直情 再苦再累也值得 虽然每天巡逻 都很辛苦 衣服都湿透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正辛苦 远防了境外疫情的疏忽 巩固了边防线的安全和稳定 我们觉得我们再苦再累 也是值得了 沿着蜿蜒的山路 三个多小时后 巡逻队终于到达了1057号戒备 队长赵举带着民警 擦去戒备上的尘土 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戒备不仅仅是中越两国边界的象征 更代表着国家的尊严 不敢有丝毫懈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